她的葬礼一线明星都出席。儿子出唱片张学友力挺。女儿出嫁刘德华在身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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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3年时,香港艺人小黑柯寿梁在上海意外身亡,终年51岁。 柯寿梁在娱乐圈名声不大,但他那人缘好到连成龙都自愧不如。 追到会上,但凡能叫得上名字的港台明星都来了。 曾志伟、成龙、刘德华、张学友、郭富城、向华强、梁朝伟、吴君如、谭永林、吴宗宪、洪金宝、二百多位明星都到场了。 柯寿梁为人直爽,一生中传奇不断,还曾飞越长城与黄河,被封为英雄,但他一生非常坎坷。 他195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,两岁随家人搬到台湾定居,因为生活辛苦,全身晒得又黑,才被称为小黑。 柯寿梁学历不高,又没有其他专长,为了争议靠气,开始从事卖名的特技表演。 谁也没想到,他靠此闯出了一条路。 他凭着一股冲劲,从小武行一路升为大武行,引起了香港演艺圈的瞩目,并前往香港发展。 柯寿梁以高人胆大,不管多危险的挑战都愿意尝试,就连国外知名特技演员声称办不到的高难度演出,他都能完美做到,还因此得到了磕斗胆的外号。 1983年到1986年,小黑哥先后飞越了80米宽,素有死亡谷之称的台湾桃源海湖大峡谷,又飞越了宽100米的香港码头和70米宽的双向高速公路。 1992年11月,他一举飞越金山影长城封烟台,成为驾车飞越长城第一人。 1997年6月,他飞越了黄河湖口大瀑布。 2002年10月1日,国庆节这天小黑哥在4万多名观众的见证下胜利飞越布达拉宫。 除了喜欢挑战级线外,小黑哥还是演员、歌手。 他最出名的角色,是电影《古惑仔》中的山姬的表哥。 电影中,阿坤和陈浩南有矛盾,山姬一气之下去台湾找表哥,后来表哥帮陈浩南杠掉了阿坤。 小黑哥唱的那首《大歌》里,有句歌词是我不做大哥好多年,我只想好好爱一回,至今都让人记忆犹新。 他与刘德华、吴宗献合唱了《笨小孩》,也让人印象深刻。 小黑哥交由广泛,账礼助人,信奉千金散尽还富来。 他没给家人留下太多钱,连葬礼都没法办,圈里的朋友知道后帮忙凑钱,举办了葬礼。 张学游以无名士的身份,在葬礼上捐了20万。 柯寿礼去世后,张学游通过合作表演等不同方式提携他的儿子柯友伦。 柯友伦在台北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,张学游还亲自去恭喜。 柯寿礼生前,一直以大儿子柯友伦为荣,并说, 幸好我儿子比我白,比我帅,命好不用当特喜。 柯寿礼的女儿出嫁时,张学游和刘德华出席了婚礼。 小黑哥年轻时很想一起,帮过不少艺人。 他去世后,曾志伟拍摄了一部主题为科技艺人为了梦想尽力打拼的电影。 他将所得的报酬当成柯寿梁后代的教学基金,这也是向柯寿梁致敬。 柯寿梁只是娱乐圈的半个圈中人,却被很多圈中人敬称一声大哥。 他因年早逝,却让人尊敬,哪怕他去世多年,娱乐圈都有人记住他的好。